海上白色浪花一阵又一阵 不少冲浪客趁着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享受乘风破浪的快感 不过再仔细一看 好几个人的浪板上 居然都固定着一尊神像 怎么会带着神迷一起冲浪 困难的地方就是平衡感 平衡感是重点 有神迷在板子上面 所以要更加要有把握 让它不会翻过去 每年农历初九是玉皇大帝生日 也是所谓提供星 宜兰投成一间庙宇 惯例在前一天替供奉的玉皇大帝过火庆生 并祈求海上平安 余获丰收 今年庙方发现只有过火太单调 恰巧公庙就位在冲浪圣地 外澳沙滩附近 决定神明冲浪一起同乐 老一辈的是都过平安火 使我们合进平安这样 都是年轻人 很多来这边参与 他说要冲浪 天空要冲浪 要使他们来这里平平安安 由于来冲浪的大多是年轻人 庙方也希望借此将传统传承下去 不过还是呼吁冲浪客 尽管有神明保佑 但还是得多留意浪框 才是保护自身安全的上上侧 迷世纪 还有 »,我们的次出徒 政治五湖1体乱报道 未经许五湖1体立马